嘻嘻嘻嘻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華德來問我們的魔靈再往克羅尼克戰記 今天是7月3日 好 呃快半夜2點了 因為我剛剛在看比賽 別的遊戲的比賽 還沒比完 沒關係就先來錄一下遊戲 所以這些日常的東西都跑出來了 今天就來爬一下天空之塔吧 我不知道大家爬完了沒啊 那難度降得很低 所以你趕快爬一爬 呃原本我這邊是70層啊 喔70 我剛剛就邊看影片邊爬吧 都開自動 哇 就是100層有惡魔怪 其他都是一些召喚券啊 我們待會來抽一下好了 屬性最 喔100層有這個五星惡魔怪 以前100層是不是最高層啊 搞不好喔 現在應該是150了 反正他就一直開啊 以前搞不好7、8層就會卡啦 可是現在基本上不太會卡 原因是因為戰力要求 你看這邊 111層才40萬而已 不過那個課題的話我還沒有打 因為課題你要換模擬 就比較沒那麼無腦 就變成說你每一關都要一直換模擬換模擬換模擬 比較浪費時間 你就不能邊做其他事邊爬 好 我們先把這層爬完 然後玩一下課題吧 好 現在大家的模擬應該都是夠啦 不太會卡模擬 以前容易卡模擬吧 我被禁了 以前容易你可能缺什麼模擬啊 或是戰力不夠啊 或是沒有五星模擬 戰力不太夠 你可能只有3、4星 然後又不給力就會卡關 我這邊用光 光的話可以消掉他們的強化效果 有時候遇到無敵的話可以把它消掉 對峙 好 這個應該是110嘛 110過啦 你看 給一些屬性券 屬性的召喚券 待會來湊一下 我們這邊看得到後面的戰力有沒有 假設130可以看嗎 應該是不行是不是 不行 所以不知道 反正它會慢慢的變強上去 需要戰力要求 好 來看一下課題 原本我應該是只解到70吧 你看這個71到80 因為我今天是從70開始爬 應該算71開始爬吧 我們來玩一下吧 無法使用輔助魔靈 無所謂 因為現在你有水方舟的話 就不怕它 不讓我們用一些奶媽啦 這個 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降難度了啦 以前應該是很多人都會卡吧 搞不好以前卡關人都不玩啦 魔靈召喚 通常一個遊戲它的玩家一定會越來越少 通常 尤其是手遊 掉很快 觀眾也會越少 好 好 再看一下 無法使用魔法師 那我們就不要用啦 就 用一下這個吧 龍騎怎麼樣 剛好可以玩一下龍騎 只是我要換符文啦 沒辦法 隨便用一下吧 龍騎士 龍騎士蠻帥的啊 它的技能也蠻帥 會有一隻龍在那邊捲起來 給我無敵人士 所以我才會想要用光障 因為我們這招吧 這招可以解除 我看一下喔 解除一個強化效果 就是可以解除它的一些 對峙啊或什麼的 就破他的那個無敵喔 不然也是很浪費時間 因為我是開自動嘛 自動 把他破掉 破掉 把上拳給幹掉 現在7月了嘛 大家最期待的龍騎已經出 出完之後 再來不知道耶 破他一下 不然就是你要帶一些硝狀態的模擬 反正我們這個遊戲就是剪刀石頭布啊 就是對方出剪刀你就出石頭 對方出布你就出剪刀 沒有一個完美的陣容 工廠不知道會有什麼完美陣容 不然你的組合超猛 又免疫 又可以回血 又可以結狀態 奶媽的話基本上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全部都有 像那個水仙人 頂多就是恢復吧 恢復跟免疫吧 他就沒有結狀態 水仙人的話 這邊又有了 我再來換一下 看你要用光還是用暗啊 我用光吧 你看就可以換啊 欸欸欸欸 沒事啦 到底換到沒啊 出來看一下 啊沒換到 啊9片啊1比3嘛 水仙人 你們看我水仙人的13片啊 我就是有時候看到就換啦 那如果你不想等就刷一下 搞不好有機會刷到 只是有沒有機會刷到這樣 就是你要花一點紅寶石 如果你很急的話 那我不急啊 反正遲早可以換得到 所以有一些模擬 你如果沒有召喚券的話 也無所謂啦 你可以慢慢的換出來 還是可以換出來 有機會 有機會 我目前用自動換的就是 換那個水神秘啊 但是水神秘 沒什麼用 說實在水神秘沒什麼用 欸它這個有改善說 以前好像要3個小時還是4個小時 現在改成1個小時就可以不好玩 這個就好很多 好天空塔這邊100層 又拿惡魔怪 所以我今天刷100層 就是拿2隻惡魔怪 當然這邊還有啦 一直刷上去 這邊還有傳說招玩書 一張有點小氣 惡魔怪也比較好 好我們再玩個幾關 然後再來抽抽吧 因為你爬那個時候會拿到這些 這些券 它會給啊 你看我那個 招玩券又300多張了嘛 原本好像 200抽火龍騎保底嘛 好像還剩200多抽吧 我又爬起來啦 因為那個 你爬那個它也會給你 剛剛也拿到一些些吧 爬天空之塔 那也給我一些些 就爬這個主塔啦 不是挑戰客人 挑戰客人也是拿來 拿來賺那個分數的 賺那個幣的 幣可以拿來強化嘛 但是 其實強化不多 就這樣 就這樣換就好了 沒什麼壓力 反正你都有啦 戰士、弓箭手、魔法士你都有 都用五星的 因為五星戰力才高 要有練度的五星啊 當初我沒有認真爬天空之塔 總覺得遲早會爬 等你魔靈夠了 戰力夠了 就可以挑戰 獎勵就放在那邊啊 也不會不見 以前我記得 剛玩的時候 都來這邊拿符吻 拿那個六星符吻 五星符吻 五星傳說符吻 龍騎還是很強的啦 一個大肉盾 雖然我這邊也還有一個水防舟 再來看一下喔 呃 你看就這樣而已啊 你就只是這樣換來換去而已啊 然後只要戰力五十萬都是輕鬆過 想當初這個 剛開的第一個月第二個月應該很多人都卡吧 試驗之塔也會卡 試驗之塔也會卡 然後這個也會卡 現在我覺得比較難的就是那個啦 Logolike的副本 我昨天玩的那個嘛 那個就真的比較難 不太能失誤 而且很趕時間 後面那個 你的魔靈攻擊力不太夠的話 就打起來有點慢 可能以後要考慮 給魔靈多點傷害吧 只是疊防跟疊HP 打起來有點慢 我覺得有點慢 因為有時候你魔靈其實只有八九萬而已啊 不是像我們這種厲害的魔靈都十幾萬 十二萬啊十三萬啊 那個還是有差的 呃無法使用刺客 我刺客 只有貓貓吧 只有貓貓跟那個 暗鳥 只有那兩隻 其他五星刺客好像都沒有耶 五星刺客我都沒臉啊 你看我就這兩隻而已 火瑞文有人會用 其沒啦 火瑞文是那個 魔靈故事裡面送的 然後這瓦爾基里也是 是送的吧 是不是 反正我就這兩隻啊 一隻三星四星 雖然這兩隻其實戰力不高 戰力不太高 好 好瑞奇 馬丁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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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再爬三關吧 再爬三關 再爬 再爬一樓 因為每一樓三個 關卡 然後來稍微抽一下屬性的召喚卷 因為我還是想要把那個我的火龍旗 最好是能拿到20片 20個記憶 可以再強一點點 不然就是你就是 碎片兌換啊 總是會刷到 也是可以啊 每公會的話每個禮拜這個拿蠻多 你就用這個來換 我都是用這個啦 或是這個也可以啊 我還有記憶也可以啊 因為這個好像也是 每周可以拿5片而已 比較少 按的也是每周換5片 比較少 這關打的有點慢啊 這個 捷克燈籠有人用嗎 沒看過有人用 反正好用的魔靈就這些嘛 玩久我都知道 以前新手那些推薦的三四星魔靈 好像也都沒在用 對不對 什麼光鳥水鳥蜂小仙 好像已經沒有人在用了 一些三四星魔靈 瘋貓也沒什麼人在用了吧 瘋貓 應該是主要就是四星魔靈戰力沒拿到嗎 差很毒喔差很毒 呃 光一喔 光一他的buff好多 他們的buff好多 反正我們就用戰力擰壓 火龍騎 所以我說你要練一到兩隻戰士 原本是封衣嘛 我就把封衣給還原啦 把資源拿來丟給火龍騎 也是ok的 因為你沒有什麼強的戰士的話 就用龍騎士 還是會用得到 因為戰士魔靈 不然我也沒什麼戰士魔靈 大家都是用一些弓箭手 或是魔法師嘛 輸出魔靈 我發現那個火龍粉真的還蠻好打 最近已經 越來越好打了 尤其你的隊友跟你一樣 如果都是五十幾萬的話 根本就輕鬆打 輕輕鬆鬆打 好 怎麼這樣子啊 來個奶媽吧 沒關係我們還有戰士可以在前面打 如果你都沒有戰士在前面打的話 你 呃 後排容易被打 這個就沒有持續恢復阿 你看他就補完就沒抹阿 他就亂補阿 所以那個水衣才很好用 又彈阿 又可以一直補 你看這我就有點危險 你如果自動化你看就沒抹 比較危險阿 這邊有小仙子 這是自動啦 如果你手動的話你就自己補阿 不會有危險 而且我們這個火龍騎又有護盾阿 被打還可以反擊耶 再放個正義反擊 喔龍騎還是ok的啦還是ok的 沒有說不好 抽了也不虧阿 好這邊可以強化一下 但我覺得戰力加不多 喔我覺得戰力加不多 就是 假設啦假設我是這樣好了 那我們的戰力是52萬8 喔我這邊可以點一下 啊我終於50耶 好不容易 我帳號終於50了 真不容易阿 那這邊都點完了啦 你這邊模擬部分都點完 就可以點上面 點這個好了 招班是攻擊力加4% 4%的話會多少 加多少戰力阿 528395 528395 欸我不知道試試看 喔加400多 然後528827 528827 我覺得這邊就沒有像以前加那麼多啦 怎麼突然沒有量 有啦 這個是加攻擊力158嗎 你看一下528827嘛 528827 你看再加100多而已阿 所以我才說那個天空之塔 它的那個CP值很低 就是你 爬這個塔 來加戰力 其實已經加不多了 我其實已經加不多了 你看我這樣子爬了兩層嗎 兩三層吧 然後只能點個兩點這樣 其實就加幾百而已 不多 呃今天算禮拜一 因為已經換過了 換隻現在 我剛剛說這個瓦爾基底 每個禮拜可以換5片 然後那個 小丑你也可以換 但是你要消的 看你夠不夠 你就惡魔怪換一換阿 來吧想換了惡魔怪換一換 然後回玩意識看你缺不缺來 也可以換 然後小丑隨便看你還不要換 1500 如果你覺得你經濟幣不夠多就不要換 反正沒有差這5片 然後摩打塑形這個 我們公會的資源很多 我們公會資源很多 都可以換 我大概會換這些啦 那這些官案的話我就懶得換 有點貴 有點貴阿 一萬阿 而且 不太好中我覺得 這個我就不會說特地一換 就隨便隨便 好 那時間上還剩一點點 我們來抽一下吧 光暗 把它抽掉 抽到就可以7坑了是不是 這個沒辦法太難了 這遊戲 太難了 看好我們已經玩了快4個月了吧 玩了快4個月 一隻光暗我都沒看到 我是說五星的喔 就是讓它有點難 有點難阿 這券應該也是剛剛那個 趴塔的時候給我的吧 我上次好像有抽過 也是抽乾了吧 沒人你看沒人 就只能 想辦法弄到保底吧 好 這個就沒有那個祝福 這種好像是10%吧 10%出紫雲阿 欸抽到了 火溪 火溪 不是火溪 火溪邪鬼獵人 火溪邪鬼獵人 火溪邪鬼獵人好像故事魔靈有啦 是嗎 我不知道 還是阿 故事魔靈好像是風 那個風邪邪鬼獵人對不對 魔靈故事阿 欸對啊風的阿 所以我沒有火的 欸這樣我水火風都有了耶 火溪有人在用嗎 火溪邪鬼獵人 很少看到人家用對不對 那好像也是一個輸出角 弓箭手 反正就收藏收藏 而且你抽到之後你的圖鑑 可以去開 它其實會加蠻多戰力的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拿到的話 沒有加戰力是因為我這個組合沒有暗 沒有火 沒有暗沒有火所以沒有顯示說加多少戰力 無所謂 好我們繼續把那個傳說的抽一抽 水風傳說抽一抽 海盜的話 水海盜的話 水海盜我有抽到 也算是一隻PVP角吧 那我又不玩PVP 好沒有 拿瘋的 好今天拿到一隻啦 今天拿到一隻 傳說祝福 他還要自己重置喔 怎麼這樣啊 呃 碎片吧 原來他重置 我要先抽這個碎片 我上次好像11抽都沒抽到啊 都沒抽到 然後只能去超越啊 然後超越就抽到我不要的 啊沒了沒了沒了 今天就玩到這邊吧 今天收穫水仙人3個碎片 然後火系接鬼野人 好那就先這樣囉 大家這個天空之塔有空就爬一下 沒有很難 現在難度降低 我這個絕對都可以爬到一百多層啦 絕對 應該要花多少時間啊 超多 好的我是漢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